男人在凶杀现场发现了一件诡异的事 一个微弱的求救声不断在他耳边响起 可找寻一圈男人却只看到了半个脑袋的尸体 不料这时耳边的求救声又再次响起 并且越靠近楼梯处声音越大 于是他急忙搬开一旁的杂物 用力推开了哈利波特的甲 没想到所有FBI都没发现的女孩却被他找到了 然而这本该是他生殖加薪的机会 却让他无辜地被关了起来 甚至解释不清他就要被扣上凶手的帽子 可刚发现自己拥有读心术的帕克曼 根本无法随意操控自己的能力 突然 这话一出女FBI震惊了 她立刻要求帕克曼配合破案 因为被找到的女孩一句话也没说过 而一旦有了帕克曼的能力 那么就算女孩不开口也能得到凶手塞拉的线索 不料他们刚到地下室就听见了女孩惊恐呼喊 这时正要动手的塞拉看到了赶来的两人 连忙丢下孩子跑走了 可慌忙下塞拉竟然跑进了死胡同 不料没等女FBI说完 她就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按在墙上 紧接着手中的枪不受控制的对准了自己 就在女人手指快扣下扳机时 帕克曼及时出现连开竖枪 随着塞拉倒下 控制女FBI的神秘力量也随着消失 可就在帕克曼询问女FBI状况时 背后的塞拉却突然站了起来 察觉到不对的帕克曼立马回头 不料对方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这让帕克曼人都傻了 那可是六层楼的高度 这简直无法理解 然而就在帕克曼打算将发生的一切告诉妻子时 对方却因自己挽回家生着气 即便帕克曼如何解释却也没用 眼看双方就要吵起来 帕克曼却突然听到了妻子的心声 无奈帕克曼只好先行离开 来到酒吧消愁的他 却突然听到无数心声涌进了他的耳朵 这种窥探他人想法的能力让他觉得十分有趣 不料就在他朝窗边的海地人看去时 一瞬间所有声音全都消失了 看着对方不善的眼神 帕克曼迅速察觉到了危险 于是他喝了口饮料转身就要走了 结果一阵强烈的炫韵直冲脑门 他被下药迷晕了 而等到帕克曼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自己被捆倒在了床上 并且全身布满了无数仪器 他被眼前的眼镜男抓了起来 尽管他疯狂挣扎却无济于事 随着一只大手伸向他的头部 他瞬间失去了昨晚的记忆 可等到帕克曼回到家中 他的能力却没有消失 仿佛对方抓他过去只是抓着完 看着一夜未归的帕克曼 妻子着急地询问对方去了哪里 但这时帕克曼却只记得喝醉了 看着满脸着急的妻子 一瞬间两颗疏远的心仿佛靠近了一点 于是为了道歉 帕克曼利用能力准备了一份大餐 看着眼前的一切妻子惊呆了 牛排 音乐 自己最爱的喜拉酒 这一切仿佛像做梦一般 原本感情不好的两人 瞬间回到了初恋那一刻 可就当他们互相鼓励过后 帕克曼却突然听到了一个心声 fails nice hate like dad 快 快 快